那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呢 叙利亚政府到底有多少的化学武器 那么这些化学武器到底又是什么 导致他们要对叙利亚军事行动呢 我们来看报道 据外电称 叙利亚拥有的化学武器库 据认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化学武器库之一 但是尽管一些真相逐渐出现在人们面前 对其构成和规模依然只能猜测 据法国媒体9月1日报道 一名法国政府官员当天表示 法国将不顾国际惯例 很快解密机密国防文件 介绍叙利亚化学武器库的详细情况 在这名官员给出上述表态之前 法国媒体报道称 法国情报人员汇集的情报显示 有些武器已经存放了近30年 该报称 叙利亚化学武器库中包括1000多吨化学之计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 叙利亚化学武器库中包括沙琳毒气和介子毒气 秘密文件显示 叙利亚科学家还在开发一种更加强大的制剂 比沙琳毒气的毒性强得多 报道指出 叙利亚是未签署化学武器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 据信 它拥有大量沙琳毒气和其他神经毒气储备 有报道称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项目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在埃及和前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启动 从2005年起由伊朗接手 国际战略研究所防扩散和裁军项目的一名分析师表示 叙利亚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化学武器项目 这个项目是为了抗衡以色列的核武器项目 这名分析人士表示 在叙利亚几名军方高官叛逃之后 西方已经搜集到了这个项目的关键情报 但是这些情报并不完整 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一名专家也表示 叙利亚有数百吨各种各样的化学制剂 而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一名法国专家则说 他们的化学制剂武器库非常强大 他表示叙利亚人掌握了有机磷的合成技术 这是最新一代的化学武器 是最高效和毒性最大的 除此之外 人们能找到沙琳毒气和VX毒气 还有介子毒气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以色列空军曾在今年1月30日 轰炸了大马士格附近一个地对空导弹发射点 还轰炸了一个涉嫌拥有化学武器的军工厂 以色列表示 他担心化学武器会被转移到黎巴嫩珍珠党手中 这次突袭可能已经损毁了叙利亚生物和化学武器的主要研究中心